你等了很久,寶貝 不是 我買啤酒 我買了 買點東西進去吃 蝦片 好 那你呢? 不吃 來 不吃 也不好吃 是啊 不是 但我很飽 給我不要浪費了 乖先生, 你打不打理我 你不要叫我乖先生 你這裏一直沒人叫我乖先生 你叫我老乖就行了 不用這麼客氣, 怎麼說怎麼好 收到一會兒 謝謝老大臣 不用客氣 找不到 好啊 我找了一個人幫忙 他做了這行幾十個 什麼古靈精怪案件都見過 經驗豐富 就是脾氣古怪的 叫我給你 不用了 是啊 好, 走 走 你這樣好刺激 歡迎自治 歡迎自治 南大臣已經跟我說好了 剛才打電話來找 走 送你上去吧 不用了, 女人怕賊 那好, 我稍後給你電話 再見 女人不怕賊 好嗎 謝謝你 你明知道沒有了 陪你找了一整天輸 難道真的要我白行嗎 現在跟我討價還價了 阿兒 你好 有電話 你真的以為我是 指紋家運的中人 好, 我跟你說收獲了 你今天跟我找了一整天輸 結果也找不到 如果找到, 你怎麼報答我 你找到就算了 好, 我現在就天涯海角 味水中場跟你找 晚安 好, 晚安 文家姐, 等一下 大姐, 你的電話 誰來的 你這個瘋子 是神經病 喂, 喂 這麼晚, 哪兒去找你買書 我說你找到就算了 我沒答應你做甚麼 姐姐, 你的神經病 你怎麼這麼怨氣 你知道嗎, 是男生追女生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這樣 為甚麼他不是 難道他現在不當我們在拍拖嗎 阿杰對你不好 不是, 他對我很好 那就行了 不是吧, 現在跟他拍拖 不過呢, 他跟朋友沒有甚麼分別 那他跟你逛街的時候 有沒有牽著你的手 你知不知道 一個男生如果肯牽著一個女生逛街 表示當他是女朋友 那是甚麼意思 當然了, 那時候我認識了一個男生 大家認識了很久了 但一直都在很多人一起玩 有一次他單獨約我看電影 去到戲院的時候已經黑了 那我進場了 他突然牽著我的手, 帶我走 這樣坐下來, 那我就尷尬縮起來 然後他立刻問我 他說, 你是不是不喜歡做我女朋友 那後來他還特地遲到進場了 我怎麼這樣的人都有 那時候我才十六、七歲 你也好, 十六、七歲都有人牽你的手 我呀, 到現在跟他逛街 只有你逛你, 我逛我 好呀, 你這麼近阿傑, 牽你的手 如果他不牽, 我就常常牽著你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想知道他當不當我是女朋友 我肥仔走得不錯 我回去了, 你自己看 幹甚麼? 那你有甚麼不開心 沒事 他一定有事, 你平時也不是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不悶嗎? 同時你去街, 不是看電影就吃飯 現在還在一起看人家的車 那又怎麼樣? 每人拍拖都是這樣 要不是逛街就看電影 那你想我怎麼樣? 鬼在你家樓下彈其他唱成歌 你有你走, 我有我走 算甚麼意思 那些人問起我是不是跟你拍拖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人 我也不知道你當不當我是你女朋友 小心點, 這裡有很多狗屎 你真壞 你的原毒沒事吧 沒事 紫薇糾素說我侄子 有紫薇和太陽兩顆星照著 嚇毒不侵 這麼準? 是呀, 很準的 他還說我今年又視紅亂聲動 我最近發覺隔壁的女人對我喜談 你說心裡變了那個八婆嗎? 沒理由 要說實際沒有老婆也不娶她 人家送過來就很難拒人與千里 也要顧別人的子孫才行 冤豬頭也是蒙蔽菩薩 你說誰是菩薩?誰是冤豬頭? 說實話, 她真的挺漂亮的 而且還是黃花龜女 你別誤會我, 我不是說我自己 我是兩個小孩子 我哪有說話 裘寶東 是呀, 穿得這麼精靈, 肯定是約了大隻狗 這隻馬鈴蛇開始養成遲到的習慣了 對不起, Sir 下巴為例 大隻狗, 我呢 我們約了游夜水, 不信了, 信不信 我不會輸給你的 張小姐 這麼巧的, 許先生 是呀 有車, 上車 為甚麼…為甚麼和平時的路不同 我想告訴你很久了 我們坐錯車了 我人是這樣的, 小事糊塗 大事證明的 現在這些科學法, 嗨嗨就感應到 對了, 四馬還沒康復 還要你買菜 對了, 我每天下班都要過來買菜 真的很辛苦 不如這樣吧, 以後我幫你買菜 那就不用等你破來破去 那真是謝謝你 不過…麻煩你不要 那不要緊 不過有時候我要加班 遲了下班, 街市沒甚麼菜買的了 到那天我又幫你買 那謝謝你 由你客氣了, 我們應該互相幫助才對 好, 快點 好, 這次你又按個按鈕 按一下你那頭 好, 這次你又按個按鈕 好, 謝謝 好, 這是你的 好, 會被等的 按鈕 真好 好, 前往